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砍个电池脉冲的科幻故事 女主粒粒在一堆电话里收听电话 来的电话都是说中了铜花顺 突然电话里水流了出来 女主就要被淹死 最后女主看到了马桶 对了 需要抽水马桶才能解决被淹死 纸条上的数字就是启动的密码 女主在水下拨通了号码 取得了扳手 果然成功逃脱了密室 画面一转 这其实是个VI游戏电竞大赛了 晚上两妇女在吃饭 突然电灯闪烁 整个城市一片漆黑 城市通讯也没了 只能用煤油灯了 两妇女拿个派的追忆幸福的时光 半夜女主想起了电池脉冲 就去找这方面的书籍 女主拿出了续电池 接通无线广播找到了爷爷 爷爷让两妇女明早去她那里 带上无线电和发电机 爷爷半夜去药店找各种药品 特别是青霉素 第二天早上 爸爸和爷爷沟通 这可能是核弹造成的电池脉冲 整个西部都停电了 估计城里要大乱 爷爷那里有足够的生活物资 警察还在维稳 女主和爸爸收拾东西出发 一路上加油站都没油了 超市百姓都在哄抢 路上遇到事故 有一个人车祸死了 有人直接撞飞车 冲了出去 女主和爸爸紧随其后 晚上开车 爸爸黑暗中 避让车出了车祸 昏迷中 女主回忆 妈妈去世那天 看到了白胡子死神 第二天早上 女主发现爸爸开过了头 一核对地图 沿着河走 超近路有五英里吧 虽然是近路 但是不好走啊 爸爸走得很慢 明显受伤了 两人走过一座桥 女主发现爸爸内部一片紫色 走着走着 爸爸倒在了地上 女主去找人帮忙 一个农场主收留了二人 女主又看到了白胡子死神 父亲去世了 非常简陋的杖礼 女主从此变成孤儿 父母双亡 农场主开车 送女主去爷爷那 爷爷等得及了 一路找来 发现了儿子孙女的事故地点 爷爷一路追寻 来到农场主家 发现了儿子的墓地 半路农场主的车被劫持 眼镜男一枪杀了农场主 眼镜男开车 来到一处废弃车场去偷游 野蛮哥一枪毙了眼镜哥 偷游送你一程 女主则逃出了汽车 突然被人一马带套住了 轮鱼女告诉女主 这是她的地盘 乖乖听话才有吃的 爷爷一路寻找 发现了农场主的尸体 真急死了 让轮鱼女给女主吃熊肉 野蛮哥是轮鱼女的儿子 女主解释 自己不适合眼镜男一伙的 说了自己的来历 轮鱼女让女主坐下 走就杀了女主 很明显想受女主做儿媳了 半夜女主开门逃跑 野蛮男开车追来 女主被抓了回去 然后女主就被吊在袋子里 第二天一只熊来咬袋子 拼拼野蛮男射杀的熊 然后女主又被关在屋子里 轮鱼女叫来女主 让女主喝蜂蜜茶 晒晒太阳 外面那么软 女主这么漂亮 轮鱼女给女主选择 加入还是继续关 女主选择继续被关 野蛮男的儿子小野蛮 送女主苹果 还有她的背包 漂亮女主果然是吸引 小帅哥的力气 女主用无线电呼叫 可惜没有反应 而派的只有3%的电了 女主看了和爸爸的视频 流下了眼泪 晚上女主用铁片磨断了绳子 这污渍的木头 被白蚁啃烂了 女主搬断后 和小野蛮一起逃离 两人走过木头桥 女主的包掉了下去 野蛮男追来 开枪射杀 雾气很大 两人沿着河水逃离 二人躲在水下 避开了野蛮男 上岸后 小野蛮保护女主 和野蛮男扭打 小野蛮当然只有挨揍的份 女主看到了死神 女主捡起枪要反击 突然背后一声枪响 爷爷射杀了野蛮男 最后女主跟随爷爷 去了爷爷避难所 政府恢复了部分电力 和应急网络 而小野蛮回到家里 玩起了派德 接触了新的互联网世界 当然小野蛮和女主 通过派德互相联系 我还以为科幻片 结果是单身妹子 一路客死别人的故事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